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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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愿与你共欢喜爱愁 一念战争绕枝柔 情思三千步低你回眸 情悠悠幸福水暖袖 一抹红袖花红豆 飘摇万里停住你心头 山一城水一城 同城超级城 出发旧同城 同城旅行邀您收看了不起的女侠 少洲城虎视眈眈 这长流山是居家的捕坊之地 眼下时间紧迫 我得快点把这一片的地形都摸透了 而且这天机派 也十分可疑 公子 他是何时来的 好牙心啊 平日难得见此家居 季养难难 让您见笑了 昨日让公子见笑了 这个天机派 是少洲城的大宗派 平日里就仗着人多势众 是横行霸道啊 既然连咱们的婚礼 他都敢来捣乱 那贵门派是因何得罪了他们的 公子有所不知啊 这长流山哪 横跨少洲雍州两城 群雄盘踞 可谓是鱼龙混杂 像我们这种 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派 只能是夹缝里面求生存哪 看这情形 他们不似于少洲有勾连 都收拾好了 走吧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是天机派那个堂主半月前拿来的东西 说我们欠他八百两黄金 这就有证据 那郑士祥是谁 我爹 这莫非 就是勾结的证据 为何他就这么堂而皇之百在这里 走吧 对了 这个你拿着 可留着防身 这是什么 别闻啊 这一闻就 萧紫芊你怎么不听劝呀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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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这是哪 这迷烟也不会让人变傻呀 你快清醒清醒 起来改路了 忘了 走吧 等一下 相见一面即是圆 这个送给你 这字还挺好看 你提的 嗯 谢谢啊 得想办法先留下来 再查清楚 走吧 长流凤雲路二 这还有续集呢 对 是我朋友的 我还给他 我还给他 怎么有点眼熟啊 怎么和这个一模一样啊 是有几番想想 我 我 我我 我可以解释 原来你就是毁了我潮流名声的那个浑蛋 你说我该怎么承摸你呢 我该怎么承摸你呢 你说我该怎么承摸你呢 отк hundreds 十万火急 中标 张老说让新公爷理一理 这账上真的入不复出了 你知道了 能把这门派经营得这么穷 不愧是你郑大掌门 还不是我怪你 郑大娘九十文 李大爷欠半两 他们都是租中我们山脚下农田的店户 我看这几个月收成也不太好 就没要他们的钱 这是为何 像这样的有几百户 而且为什么这个李娘子 门派还要反倒贴她三十文 你不知道 那是个可怜的女人 你说 她丈夫刚去世还没有半个月 那这里的恶霸就以欠她三十文钱为由 想要强占她 太可耻了 然后我就帮她把钱给还了 顺便 狠狠 毒打了那恶霸一顿 你别管了 先把账理出来吧 你们竟然还会做这等好事呢 你都不能把账理出来 我都说了 你也是 你都不能把账理出来 你都B算是有不的 他都不认了 你都没用 你都不认了 你也没用 啊 如果你不想了 那你俩便 我相遇 我今儿到了 我 好 话说 你当初为啥要写这画本啊 我本意是想将长流刻画成是非之地 好让百姓提早撤离 免得日后真有战乱事 亲廉无辜 魔教题材比较热门吗 胡说呀 再想赚钱也不能乱写抹黑人家 就是 行了 我看你们这个认错态度也挺好 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吧 你 把这个长流风云落二重新写 就这样 白天写画本晚上对账本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你放心吧 睡觉的时间给你留好了 你们三个协助他 要是写得好的话我就放人 要是写不好的话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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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等 就是 在下尚未有过如此经历 你这没吃过猪肉 总看过猪跑啊 我来说 你来记 这一男一女 先是意外相遇 然后啊 是不打不相识 哎 这两个欢喜冤家呀 是越打越亲 越打越爱 他逃 他追 他插翅 南飞 最后呀 再来上一场 唯美的吻戏定格 哎 你们说妙不妙呀 妙 着实是妙啊 不行 我写画本是为了 宣扬正道侠义 怎么能坠入 小情小爱之中呢 公子 你要是改不好 那个女魔头 就要把我们几个咔嚓啦 是啊 小公子 大长老让我来拿正本 还有两本需要我复合一下 来 来 怎么样 他果然构限的那两本 是不是看出问题 发现我们亏空啊 对了 听说掌门在压制一个消息 新姑也就是那个写画本 黑我们的几色公子 好啊 这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蹊跷 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 还需在意 那既然要在这儿多住几日 我给你准备些常用的东西吧 跟我来 没事吧 嗯 还 还好 我忘了我今天被烧有伤了 有点裂开了 你能帮我上个药吗 我 淫血 雪佛下伤了 只能麻烦你了 是这儿吗 再往左边去一点 再往 再往下面一点 你 你忍着点 那个 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我父 父亲 母亲和一个弟弟 真好 我父亲原本是个精精赶考的举人 被我娘相中了 路 带上了山 她在山上教孩子们读书 也赚钱贴补家用 大家都说他们两个是神仙眷侣 但是 我娘走了之后 父亲就开始郁郁寡欢 不过他对我还是极好的 在我心里 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喜欢的人 看得出来 你父亲应该挺爱你的 嗯 但是 五年前 他却突然离开了 身影何故 更好问他这些事 既是如此 如何签的文书啊 我也不知道 但那硬确实是我爹的 其他的什么契约出资那些说法 我们也看 这人说写的倒真是迷惑人 莫非他真的全然不成 也不知是不是哪家的乡民 需要赃妇娶妻 又或者是哪家的孩子 没有钱需要吃饭读书的 所以说令尊是为了做这些善事啊 他平时拿一些小钱散出去也就算了 你说这八百两黄金 我这辈子都没签过这么多钱 难不成是去给灾民十周振灾了 那也不需要这么多吧 也不知道该怎么还 为何要还 这些不是欠款 什 什么意思啊 这些是做生意投资的钱 你父亲答应了投钱 但这并非欠款 而是投资 若是不想投钱了 找方法撤销便可 投资 他 他怎么敢啊 他跟我一样身份落财媒体 他怎么 你快帮我看看 解释解释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 他就是把我写成抓童男童女猎蟹宫的锦瑟公子 不仅如此 据说续集里 您还有灰刀自宫链葵花宝典呢 那我定要找他理论一番 为何要回我长流山青鱼 人家 给我出来 等会儿 我们为什么要逃跑 大长老都知道你是谁了 定是要拿你试问的呀 别冲动了 来 别别别 姐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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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天纪派那个又来催宅了 还和山本的几个弟子 又打起来了 什么 你们天际派也不过如此吗 这话不对劲怎么使不上劲了 护住沈婷婿 挺后 龙他九尾 关灵两处 昨日大婚我们给足了面子 怎么 还想再赖下去 呸 就一天 你们可真大方 那你们想如何 别张口闭口就说欠钱 这分明是投资的钱 令尊在三年前代表长流 亲自与我们签下此文书 愿合作开发长流山南路山林 设温泉山庄 客栈 石寺 茶馆等 做招揽游人之用 我方门派出资一千二百两 柜门派出资八百两 我们请的工匠三日内就将抵达 届时温泉山庄立马动工 想得美 那你们可以回去了 去年有人在长流山南路 发现了神兽城隍 上报城主 城主觉得此乃祥瑞 是雍州城福地 不经官府审批 洞那里一草一木皆是死罪 刚才他能看透对面的招式 现在又能了解这么多政令 有两把刷子呀 是吧 掌门 我们能来自然是有准备的 不对吧 你这里只有少州官府印章 没有雍州的 按照惯例 此处应该是有两地官府前印 才可以动工 等你们先去盖了雍州的官印 再来找我们也不迟 没想到政掌门 是如此背信妄义之人 江湖上的事 也非要拿这些商谷之间的 奸华之道推托 我们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 那今日便不再讨扰 改日再登门拜访 慢走 不送啊 郡主 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了 等以后我少州大军过境 顺便把他们图了便是 何必现在节外升职 反倒是萧紫棋 他果然对长流山有所图谋 我们布局这么久 他倒是反客为主 在长流山混得风生水起 怕不是早已将长流山派收服 短短几日时间 就让长流山掌门对他一往情深 倒是有点手段 既然他自己要来这龙潭虎穴 我们自然也不能让他全虚全矣地回去 一定要借此机会 断了雍州城主这条左膀右臂 战时终成一夜片中 月下花之首 直到你似顾红获入我眼中 曾举起空战速尽中 长蓝刻一梦 却想陪你走过这人间白头 花开时既致相似春风吹不咒 看夕阳花中有落在你身后 初见着红袖 一回不经意却是永久 此后听君思语不离不守 愿与你共欢喜爱仇 一念战争绕枝柔 情思三千步滴滴回眸 情悠悠幸福谁难受 一抹红袖换红豆 飘摇万里停住你心头